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父亲债务缠身 进入专为大财团辩护的事务所担任律师 事务所为洗白跟财团勾结的恶名 指派纯浩替女佣公益辩护 事成后还可以容身事务所的合伙人作为奖励 被现实所逼的纯浩接受了这项任务 案件的关键目击者 智勇 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单纯善良 有着超高的逻辑推理能力 记忆力还有敏锐的听力 因为不擅长和别人交际 被同学霸凌 封闭自己的内心不轻易相信人 但是一旦相信了 即使被信任的人伤害 也选择默默承受 成后从一开始就相信女佣的说辞 老人是因为久病厌世 坚决自杀 他认为要翻转诉讼的唯一方法 就是说服智友出庭当证人 透过每天下午5点的猜谜游戏 建立起和智友间的信任感 也发现他不全然是符合书上对自闭患者的形容 智友其实心思细腻 感受得到身边的人是友善还是利用 像是人前照顾智友的信惠 私下也同样霸凌智友 逼他喝下装虫的水 智友只是因为不想要让妈妈伤心 一直隐忍继续和信惠做朋友 因为存号的介入帮了智友不少忙 智友妈妈同意存号询问智友案件的事 此时智友一边看着卡通 一直重复着真是可悲啊 开庭当天按照存号的诉讼策略 用粗略非专业医疗认定的脸部表情测验 判定智友有心智障碍 即使看到女佣在校 也可能是智友解读能力不足所造成的 案件慎诉女佣获释 存号在庭上的话深深伤了智友 慎诉后女佣前后不一的言行 和一句真是可悲啊的口头禅 让存号联想到当晚智友或许听到了什么 女佣获释后随即去威胁智友 不要多管闲事 智友害怕到昏倒送医 存号对智友造成的伤害感到抱歉 这时存号陷入了 是否要违背律师职业道德 而掩盖事实真相的挣扎 最终他决定跟从自己心里的良知 联手检察官再次上诉 并在庭上让大家见证到 智友超乎常人的敏锐听力 最后智友一字不漏的说出 当晚女佣杀害雇主说出的 泯灭人性的话 判决结束后 存号丢了律师工作 受邀请往智友生日派对 在存号离开时 智友给了他大大的拥抱 信任就是全世界最有力的证词 存号因为经济的压力迷失了自我 抛下了自己曾经的理想 在开庭前智友曾经问过存号 信惠总是笑着 但他不是好人 妈妈总是悲伤 但妈妈是好人 而你也总是笑着 你是好人吗 存号的爸爸在开庭后写了一封信 祝存号生日快乐 信中提到 他很庆幸可以生下他 指引他是一个好人 也许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待久了 也会迷失自我吧 亲亲的一句话 纯真的人一句话 也许会让你回想起你的初衷 故事的结尾 智友打电话跟存号说 你是一个好人 我想这句话对存号而言 已经超过了他所失去的一切了 智友在第一次当证人时 因为不喜欢接触人群而感到害怕 在法庭上被存号说 自己是心智障碍者 而质疑自己 后来他为了揭穿事实的真相 克服了恐惧 选择再次出庭当证人 人总是对未知的事物 有一定的偏见 看到智友的所作所为 也许你会因此而改观 我想智友并没有不同于常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存在 只是有没有用对的方式 和他沟通而已 如果喜欢我的影评 请按下订阅加喜欢 频道达成1000订阅后 我决定送出两张电影票 感谢你们的支持 就这样啰 拜拜